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野两党几乎已经是获制了共识 我们获制的共识第一个是要阻绝于境外 第二个是原则开放美国带骨牛肉进口 但是绝对禁止美国美牛内脏跟绞肉它的进口 但是我们国民党团是针对民进党在12月29号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附带决议 希望能够把美国带骨牛肉跟那个公投案的附决绑在一起 所以这个也造成目前我们朝野两党还在讨论的地方 事实上民进党对于美国牛肉的议题 一直是采取焦土的政策 这样也影响了国会正常的运转 我们很多法案也因此延宕夺日 本来以为12月29号宴会可以三读通过的 但是民进党呢却提出两项附带决议 使法案研制今年初表结 本息以为既然美国牛肉已经获制了共识 就不应该民进党又抛出民间团体发起的公投案 没有经过全民复节前带骨牛肉不得进口的这样的议题 事实上这几个月来 我们很多委员也遭到了外面的民间团体强力的监督 甚至于啊这个打电话到办公室 或者是到我们的手机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让步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议题呢 能够回复到和平跟理性 我们希望民进党不要提出这个无理的要求 那本息呢之前也提出了一个美牛的一个进口的一个法案修正案 但是我也策案了 因为我觉得我要我们要尊重民意 希望我们的国会的这个运作呢 那个能够这个恢复正常的这个运展 事实上美牛进口呢 我们何惧只有呢 事实上民进党时代 在美国牛肉就已经开放了 所以呢我们只要严格的把关 那好好的务实理性的看待美国牛肉的一体 我相信朝野两党都不会想要借美国牛肉来伤害我们国人的健康 所以今天民进党立援党团的书记长 那叶宜金表示今天处理应该会 呃这个审查实惠法修正草案的时候 呃应该会让美牛修法能够理性和平的落幕 所以我们希望开年的第一天 美国牛肉这个议题呢 能够严满的落幕 谢谢